好了, 大家好, 去到我們新一個題目 就是建網和互聯網的反轉課堂 今天我們有兩個學習的課堂重點 第一個就是我們想認識不同種類的網絡 第二個我希望同學可以分辨到 一個叫局部區域網絡, 和一個闊廣區域網絡的分辨 好了, 首先我們看看 其實呢, 什麼叫網絡呢 很簡單, 我們把這些電腦 一些周邊的設備, 譬如打印機 Hard disk 譬如外置的硬碟機 等等等等這些, 我們都叫周邊設備 另外一些通訊設備, 駁在一起就叫做網絡 即是將一些電腦 當然我們上一課說了, 電腦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不是真的你看到很大部的那些 你手上電話也是一部電腦的設備 周邊設備, 加上通訊設備, 駁在一起 什麼叫通訊設備, 我們都稍後會說的 那就叫做網絡了 好了, 它的功能其實就是 兩個, 第一個就是進行資訊的交換 即是我們將一些資訊, 大家可以互相傳訊的 另外是一個資源分享 你稍後認識到它們的功能 全部都是根據這兩個主軸去做的 可能資源上面我們有硬件軟件等等的資源 但其實都是歸咎資源分享這裡的 好了, 我們其實分開兩種的網絡 第一個, 當然你說會不會有些細分 其實還有些細分的, 不過 譬如我們自己就不去到再說了 即是我們用這兩個分別算了 因為其實都是被人去到認知的 好, 第一個 局部區域網絡, 我們就LANLAND 我們經常說,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買電腦的時候會說過LAN卡 LAN線 其實那個LAN就是LAN Local Area Network Local Area Network 的意思 好了, 另一個就叫做 闊廣區域網絡 有很多不同的音的中文 我們就叫做RAN WIDE Area Network WIDE Area Network 這兩個就是我們在 我們現在這一刻裏面 去到主要分辨 網絡的一個方法 OK, 那 LAN和WIDE 好了, 我們首先說一下LAN 你看到我很少說局部區域網絡 通常都是用LAN去說的 好了, LAN 其實是一些我們在很小的地區裏面建立的網絡來的 當然, 那個小地區, 大家不要以為真的很小 就是家裏, 家裏那些是LAN 但譬如說 學校 即使我們可以有兩棟建築 都是 叫做LAN 好了 那麼 當中裏面就分了為對等的網絡和客戶伺服器網絡的 那麼你會見到我們通常的駁法就是這樣, 中間有個設備 通訊設備 然後旁邊可能是有些周邊設備 電腦, 這樣駁在一起 那麼記住, LAN 就是一個比較 小的範圍 不過小的範圍, 記住不是我們 我們 一般家用的概念, 那個小範圍 即是一間房屋, 一層樓不是 其實 建築與建築之間, 其實都是一個LAN來的 那麼 這個大家就記住了 OK 好了, 剛才提及過有對等網絡和客戶伺服器 客戶伺服器的網絡 那麼對等網絡是什麼來的呢 你看到這幅圖裏面 每一部電腦 其實都會連接到, 直接連接到其他電腦的 連接在一起, 但是我怎樣 可以有三條線走出來, 我們有些設備等等 或者這個是一個我們的 畫出來的 實際駁也有另一個做法 但anyway就是概念上面 每一部電腦是駁其他電腦的 而另外很重要一件事就是 每台電腦的權限是相同 意思就是說 這裡每一部電腦都是同樣的 權限的 即是不會說 我在這部電腦做事就拿到其他電腦的東西 別人就拿不到我, 不是的 那權限是相同的 亦都是在拿的資源上面 都應該是相同的 好了, 這個就留意了 因為這個情況下 是需要去到 留意, 因為很多時候都說會是 會受到這個傳輸量影響等等 但是很便宜 即是最便宜的 假設我只有1Mbps 宏頻而已 那可能你這個網絡就有少少問題 我用7Mbps 我只有56K 那就更加慘了 OK, 這個就大家留意 好了, 客戶伺服器端 而客戶伺服器端就是 我們通常會有一個中央的管理人 好了, 而其他這些電腦就叫做 客戶端 叫客戶伺服網絡 意思就是有一個伺服器 它管理著 我們的所有情況的流量 讓到 給我們的一些 客戶端電腦去到用 所以所有的客戶端都必須要連接去伺服器 怎樣連呢, 又是我們遲些會學點博 而所有的資源 記住, 現在就不平等了 所有的資源是由伺服器去分配的 譬如我覺得這一刻我要給多一點資源給你 那我就給多一點資源給你 大家可以是有不同的權限 譬如說, 我真的只是要給你東西 其他人, 令到你可以看到所有人的東西 但是別人看不到你的東西 我是可以做到這件事情的 好了, 相對地成本會貴的 即是這一件事有伺服器等等, 這些成本會貴的 好了, 至於Rand Rand 其實就是跟Rand 有些不同的地方 Rand 是比較跨地區的 譬如一個城市和城市之間 國家和國家之間 這樣的 譬如說 我們之前, 很久之前有條海底電纜斷了 令到我們不能上網 那個其實呢 就是Rand 最好的例子就是 互聯網 互聯網就是Rand Rand的一種 互聯網是Rand的一種 通常我們將很多不同的Rand 去搏在一起 就變成一個叫Rand 在你們的認知上 可能是互聯網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Rand 可以連著所有不同國家的電腦 都沒有啦 好了, 去到這裏了 那你見到今天 為何又突然多了一段東西 在 由這個反轉課堂開始 我每集都會放一個名人金句下去 希望大家都可以留在以下的名人金句 好了, 今天的總結就是 其實我希望你知道了 由Rand和Rand之分 它們兩者之間的分別是怎樣 有個初步形式 而什麼叫網絡 這些希望大家了解到 好, 今天我們的這堂就到這裏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